不出意料,杜兰特会与勇士重新签约,他自己也是不止一次表达过这一想法,那么,杜兰特会和勇士签下多大的合同呢?对于杜兰特来说,最高工资预计约为3500莫美元左右,去年夏天杜兰特减薪幅度很大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留球队夺冠阵容。 当时杜兰特本可以签下3500莫美元的合同,但是他没有这模作,他允许勇士保留一哥达拉和肖利文斯笨的鸟拳,并签下料一份年薪2500莫美元的合同,毫无疑问,杜兰特为料勇士队至少少收益料1000莫美元,现在杜兰特却没有大幅度降薪流队的准备,金钱从来就不是我做出任何决定的唯一原因,我或是想做出一个好的篮球决定,我相信,一些东西需要对等。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,我会试住去寻求一个平衡,杜兰特说道,再被问到是否再次降薪,杜兰特1000莫美元,这会很聪明吗? 波克主持人毕姆指出,他不会想到杜兰特去年会采取如此大幅度的降薪,我当时认为那是一笔很好的交易,如果我喜欢的话,那对我来说很有意义,如果我再选择降薪,勇士会利用起来我的优势,但我知道这也是一场生意, 这需要我去亲自处理。杜兰特说道,显而易见,杜兰特的降薪是勇士的短期福音,因为他的选择,帮助勇士队重新签约了伊戈达拉和利文斯顿,也帮助球队得到辽尼克扬。 接下来,杜兰特还会或多或少选择降薪吗?他会选择多少减薪?这都不得而知,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汤普森将在2019年称为自由球员,格林在2020年合同到期,两人都会取得一份不菲的合同,总而言之,杜兰特的降薪与否都会直接影响勇士的球队阵容。 来,杜兰特的降薪,刘兰特的降薪与否认为公团的状态?